這個萊豬行政命令 在24號就要表決了 你看看 現在下個禮拜 可就要滾滾跨年 跨完年 豬肉就要進來了 對 這些綠營的委員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 他們應該是有很大的壓力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所以他們願意跟隨著民意而走 他們決定跟政府反萊豬嗎 他們也會怕 但是沒有辦法 黨議在前面 民意在後面 所以今天24號 他們有行政院跟民進黨的 立院黨團有開一個協調會 對 客界的民就直接向力了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 萊豬進口這個承認命令 所以你說吃了這個便當會 其目的為何就是叫這些 所有的委員們 你給我乖乖跟我們一起挺萊豬嗎 沒錯 你就帶著鋼盔往前衝 他們這些人可都是民眾選出來的 他們現在帶著鋼盔跟民眾對幹 所以他們壓力非常非常非常大 剛剛你知道嗎 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之前民團曾經針對 民眾黨 國民黨或其他黨 或民進黨的立委 問他們願不願意撤銷 衛福部這個行政命令 只要我怎麼說 其他黨全部都主張撤銷 民進黨大家不敢回應 問題民進黨他們 占了這個絕大多數 對 他不敢回應 他也沒有說 贊成或不贊成不要回應 只有一個莊瑞雄 莊瑞雄說 他怎麼說 他說他贊成 但是莊瑞雄後來又否認了 他說沒有 我也沒有說贊成不贊成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尊重黨團的決定 所以你看連唯一贊成的人 他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你說莊瑞雄 他最後也是 迫於壓力而屈服了嗎 撐起來 對 看來這個壓力還真的滿大的 對 所以現階段 大家還是要發揮你的影響力 趕快打電話給這些立委 叫他們不要成為萊豬立委 給他壓力 看他們24號願不願意發揮良心 瓜哥你知道嗎 有一個台大的兼任教授叫魏國燕 他今天提出來了一個質疑 他質疑什麼東西 他說大概之前幾十年前 那個時候矽膠公司 就是做熔爐的矽膠公司 說主張用矽膠當熔爐的工具 是沒有問題的 是安全的 是安全的 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的婦女 她們進行這樣的一個 這樣子整形的手術了 沒有錯 結果很多人就裝了矽膠 後來很多人就因為這樣子 做了手術之後發生了狀況 所以去告這些矽膠公司 後來那個矽膠本身有問題 對人體產生了狀況 所以那些婦女她們受到了傷害了 沒有錯 後來你知道嗎 結果矽膠公司 總共賠了多少錢嗎 賠了多少錢 總共賠了32億 這麼多 這件事情你有沒有得到什麼歧視 把矽膠比喻為萊豬 如果萊豬大家吃了以後 身體出了狀況 那該怎麼辦 國賠 國賠嗎 對 民進黨你準備那麼多錢 可以賠人嗎 民進黨到現在都沒有證明說 吃萊克多巴胺是安全的 到現在都沒有 但等到吃了以後 出了問題的時候 你確定民進黨還在執政嗎 那就是全民受害了 對啊 所以他們才不在乎 想說反正這個時候 到時候真的申請國賠說 我們又不是這執政 搞不好在野 反而最後上街頭喊打喊殺了 又是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就是個渣男